第781章 各大佬齐聚 诸位 且听我一言 徐扬眼见三爷此刻被积极扎扎烦得够呛 果断开口为他解围 同时也将现场各路江湖民宿们的目光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感谢诸位的台爱 只不过 我如今还没有脱离三爷身边的打算 三爷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是一定要报答他一番的 至于各位的心意 的确也是盛情难缺 这样吧 三日之后就在我们府上 我就以云三爷的名义宴请各路江湖帮派的民宿们欢聚一番 大凡是给我阿阳这个面子的 皆可入席 咱们好好地把酒言欢热闹一会 好 阿阳兄弟果真好爽 你虽不在江湖 但恐怕今后的江湖满满都将是你的传说了 整个常乐郡第一好汉也非你阿阳兄弟莫属 众人各自开始吹捧起徐扬的实力来 一个个都开始恭维他 但徐扬也看得出 这些江湖人士一个个都不是那种虚头巴脑的存在 他们这种心悦臣服的钦佩都是发自心底的 依我看 云府并不是最佳的机会之处 三爷虽然广交豪杰 声名远播 可是他毕竟拥有着都督的身份 如果在他的府上收留我们这些江湖人 恐怕也会对三爷造成一些影响 不如我们就在这常乐郡外三十里的百慕丛林聚会 如何 一个持刀浪人突然开口 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那好吧 三日之后 百慕丛林 我们大家好好地把酒言欢 诸位告辞了 很快 今日这场演武堂比试的盛况 便被整个常乐郡的人四处传扬 仅仅只是用了大半天的时间 附近几个郡城的江湖中人都听到了阿阳的名字 也都十分好奇 这家伙究竟是怎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 而就在当晚 众人各自散场离去后 执法堂内三长老脸色铁青的 众虫拍向了面前的桌案 真是岂有此理 本长老在这长乐郡也混了数十年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难看过 那个叫阿阳的家伙 竟然让我这么下不来台 我一定要给他好看 三长老旁边安前马后 伺候着的那个小胡子师爷 一脸谄媚地走了过来 主子压根不需要和他置气 要不了多久 咱们老大就要回来了 到时候随便给那个叫阿阳的家伙 安一个罪名 我倒要看一看 这云三有什么胆量包庇他 毕竟如今的天下 就是执法堂的天下 他还敢跟咱们叫板不成 不过就是一个光感司令 他又能活跃到几时 果不其然 师爷这一番话 倒是让面前的三长老 立刻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算算日子的话 刚好就是三天之后 咱们大人就应该进入长乐郡了 到时候我要他们好看 没错 到时候等守作大人他回来 咱们再添油加醋一番 定将那个阿阳碎尸万段 三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 报告三长老 探子回报 那个叫阿阳的家伙 和其他各路江湖门派 约定好三天之后 再摆目丛林机会 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 哦 竟还有这等事 三长老闻言立刻眼睛放光 毫无疑问 他是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千真万确 这件事 现在已经传遍整个长乐郡了 就是在今日 我们离开后不久 那个阿阳 和各路江湖民宿们定下的约定 真是天助我眼 立刻给老大修书信一封 就说三天之后 百目丛林有一会江湖流寇出现 到时候 我们这边再派出个两三百战士 前往支援 直接将那个阿阳 和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们 一网打尽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 如今在这长乐郡当中 谁才是真正的王 是不是安分久了 他们就已经忘记 我们执法堂的威严所在了 属下遵命 那个小胡子 笑眯眯的进入那堂修书去了 而面前的三长老 则高兴地开始自顾饮茶 心里面 已经开始盘算起 如何蹂躏虚扬了 殊不知 当他决定要和虚扬为敌的一刻起 他的装逼生涯 就已经开启了倒计时 痛快 真是痛快啊 实不相瞒 我已经十多年没有 像今天这么高兴过了 要不是有你的出现 恐怕我觉得 这辈子再没有机会重塑当年的辉煌了 阿阳 你可知 年轻时候的我 站在巍峨的皇宫之中 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自打我们这一脉 被踢出权力核心之后 我便一直沦为旁人的笑柄 虽然明面上 大家都对我三爷三爷地称呼着 可是我很清楚 那些人背地里 都在用各种言语嘲笑着我 可那又如何呢 如今我有了你的帮助 终于算是能够大涨宏图了 徐扬也看得出 三爷今天是高兴到了极点 那种快乐 是发自内心不加掩饰的 放心 有你高兴的时候 这才哪到哪 三天之后 我便去会会那些江湖中人 看得出来 收服那些人 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 只要有了他们的帮助 我们的人手 就能够扩充到千人的规模 到时候 就算正面硬刚执法堂吉的势力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三天之后 徐扬早早便来到了百慕丛林 没过多久 一个先锋道鼓的老者 最先踏空而来 手里还攥着两瓶上等好酒 阿阳兄弟 你来得真是早啊 果然是个手信用的人 老头子 我没看错你 这老头看上去倒有几分 先锋道鼓 活得洒脱 只是他好酒好弱的这般自在 又像是一个老顽童 不管如何 他给徐扬感觉 确实很容易相处的 前辈有理了 哎呀 什么前辈不前辈的 我等皆是江湖中人 不算那些繁文入节的辈分 以后 你看得起的话 就叫我一声老谈大哥 待会儿 我再给你几件 引荐几个真正的江湖人物 很快 一名身上 披着蓝色布袍的持剑男子 踏着一道道竹目飞了过来 这是浪先气白 在这家伙身后 则是之前那个自称 罗汉堂的铁罗汉打穿 紧跟着南面竹林 一道幻影一般的身法速度 强化到了极致的家伙 突然出现 身上穿着一身刺客装扮 看不清他的具体面容 然而 他一双目光 却是炯炯有神 这是引主傲剑 最后一个出现的长发女子 手中拿着一只琵琶 身上穿着蓝绿色的长裙 几乎是踏着声跟鸟鸟而来 这是乐机灵舞 第782章 镇压首座 老头子 阿阳兄弟 你们来得真是早呀 彼此彼此 铁罗汉 我还琢磨着 你们其他人都不来 就我和阿阳兄弟单独相绝 岂不是美哉 乐机灵舞 叫嚣着开口调笑一番 也是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你这小咪子 是不是想要迷惑阿阳兄弟 你少打这个盘算 我告诉你 阿阳兄弟的实力 可都在我们之上 就你 那点小伎俩 对于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众人好声打去了一番 气氛 一下子也变得热闹了许多 而后面前这个老者 谭大哥好声 为徐扬介绍了面前这四个人 殊不知 这四个人 正是常乐郡范围内 江湖英雄当中的典范 他们四个人 每一个都率领着一支 规模不小的江湖组织 浪仙手中有一支 八十多人的浪人队伍 都是他曾经在老家那边 带来的自家兄弟 而这个贱狂 身份比较特殊 由于长期独来独往 因此 他没有什么手下和学徒 平日里 也就愿意和这几个家伙凑在一起 至于营主 则是专门地忍到修行者 手下也有上百门徒 刺探情报方面 绝对是一流 几个人当中 最值得一提的 倒是这个乐姬灵五这丫头 她不光 长相甜美 乐姬超然 并且在整个长乐郡 以及周围 两个郡城当中 都开有岳方 也是响当当的一代名林 阿阳兄弟 今后不管是在长乐郡 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有我们几个兄弟和你一起 就算是执法堂敢为难你 你只需要一声令下 我们各方人马到齐 一定会为你称足了场面 徐扬深深看了这几人一眼 最后 将目光落在了老谭大哥的身上 感谢几位的高看 你们是我俩最先结交的一批江湖好汉 从今天起 只要你们愿意的话 我可以带着你们征战四方 闯出一番事业 将来 一定能够让你们在营州这片领域 四海扬名 老谭大哥几人听了徐扬的话 接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徐扬看得出 他们并没有太将自己的这番 豪言壮语当回事 毕竟现在徐扬显出的能力 仅仅只限于一个强大的武者 兄弟 什么为名八荒这些 我们倒不指望 只是人活一世 最重要的 就是以情义 能够结交 你这样豪爽的兄弟 福福何求 不管将来你遇到怎样的困难 你只需要记住 我们这些人 都会跟着你一起出生入死 我们原本就敬仰三爷的为人 只可惜 三爷这些年 郁郁不得志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发展前景 又碍于执法堂的压力 我们也不好 与他走得太亲近 可是如今 有了你这样的存在 能够将 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集中在一起 这便是我们最想看到的一幕了 我们这些人闲散惯了 可是四海为家 连的定所都没有 如今有了你和三爷你们的存在 我们这些流浪人 总算也算是 有个归宿了 不知为何 听到他们这些人这样一番话 徐阳的内心充满了酸楚 同样也暗暗告诉自己 此番迎周之行 一定要给这些家伙们 安置一个好的未来 放心吧 今后咱们有福同享 便是 徐阳话音刚落 就看到两个身上 染满了血迹的引流高手 突然出现 丹西贵的在营主的面前 主人 大事不好 执法堂的首座 突然被人杀进了白木林 看样子 他们少说也有二三百顶级高手 应该是提前得到了 我们再次集会的情报 现在兄弟们 正在外围和那些人奋力拼杀 已经损伤过半了 听到这家伙一番话 徐阳方才知晓 原来眼前这几个江湖首领 都是提前赶过来的 他们各自 也带着不少 慕名而来的兄弟 只不过那些人脚程过慢 就被剑剑甩在了后面 可谁曾想 就这么短暂的功夫 就遇到了执法堂方面的截杀 这个王八蛋 竟然敢对我的人动手 引主勃然 大怒 同样身边浪先 剑狂和乐击几人 也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姿态 这些执法堂平日豪恨惯了 当真是没有谁 能够治得了他们 可是如今 他们这般欺辱 我们今日就算是拼死一战 我也绝不后退 就在这时 徐阳大笑了几声 拍了拍这几人的肩膀 罢了 今日是我与几位兄弟 建立有益的日子 为了我们今后 征战四方的大好前程 今天我便手认了那只法堂手作 用他的人头 来祭奠我们死难的兄弟们 徐阳话音一落 不等这几个哥哥姐姐 身份自居的家伙阻拦 直接化作一道残印 直接消失在原地 我的天 阿阳兄弟的速度 居然 难道之前他一直在保存实力 这家伙 恐怕远要没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强大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阿阳兄弟 值得我们深交 从今往后 我们便跟着他一起吧 在老谭大哥的带领下 营主四人纷纷凝重点头 也算是心悦成父的决定 跟随在徐阳身后 而当他们五个人赶到战场的时候 却是看到了 让他们毕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徐阳就这样一个人单枪匹马 面对着二三百执法堂顶 及强者的围攻 非但丝毫不乱 竟还是每一次出手 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抹杀 十几二十好人 这样令人崩溃的战斗力 彻底下傻了老哥几个 这样的实力 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爱上了徐阳 如此顶天立地 一泊云天 并且实力超凡的年轻俊后生 哪一个女人不会倾心于此 执意转眼的功夫 徐阳大杀四方 便是将面前这二三百执法堂战士 杀了个片甲不留 而这一幕 也深深地镌刻在了执法堂手座 那个白胡子老头的眼中 这个白胡子老头 毫无疑问 是整个长乐俊的第一高手 平日很少在郡城内驻扎 这一次突然回来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 可看样子 他应该来不及返回长乐郡了 当他收到三长老的信件 决定带领着这些精英 突袭百慕林的时候 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执法堂手座的轿子外 那个个子不高的黑衣青年 正是长乐净职 法堂的大长老 名为叶霄 手座大人 这小子看起来实力很强 但我却看不出 他这一身功法 究竟是何等路数 手座不过冷笑一声 再强也不过是野鹿子 你去会一会 第783章 五大王 实际上 这手座心里面 已经震惊到了极点 只不过作为一脉领袖 他必须要露出一副 临危不乱的姿态 他之所以将这个大长老派出来 先行与徐扬对攻 就是想趁机再观察一下 徐扬的路数 好在恰当的时机 突然出手将他斩杀 然而他这样的算盘 根本毫无意义 因为当这夜宵 刚刚脱离原位 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就已经被徐扬撕成了两半 也正是他这一次出手 彻底震撼了附近不远处 处于观战状态的 老谭大哥五个人 天哪 就他刚刚这一波操作 就已经远远不是我们 这种层次的人 能够做到的了 他的入神力量 某种程度上来讲 已经开发到了极致 而自始至终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甚至连一把冰刃都没有使用 这种强悍的肉身 我纵横江湖数十年 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 这个阿阳的身份 却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如此青年才俊 做我们的领袖的话 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 也应该可以迎来事业的第二唇了 不光是我们 恐怕三爷一股势力 要不了多久 就会在整个联盟 掀起一股风暴 铁罗汉猛地捶打自己的胸口 表示振奋 这些江湖草 这些江湖散修 说得好听一点 那叫一个闲散自在 可是说得难听一点 那就如同一群风雨飘摇的无根者 真要是有好机会的话 谁不想跟一个足够强大的领导者 带领他们走向更高的层次 如今他们却也没想到 这个原本只是想与他交往的豪迈的少年英雄 却成了他们改编命运的一根救命稻草 这一战 仅仅是打到这种程度 老谭那五人已经打心眼里 开始对徐阳心悦诚服 想要今后对他誓死相随 你就是执法堂的手座吧 赶紧滚出来送死 如果你主动滚出来的话 我会给你一个机会 选择自己的死法 因为你杀了这么多江湖兄弟 就等同于动了我阿阳的人 今日无论如何 你是没有资格活着离开了 你放肆 执法堂手座突然腾空而起 脱离了自己这轿子 与此同时 他的背后凭空多出一道 巨大的血色长刀 看得出来 这一把冰刃也是相当不凡的 可是当这执法堂手座 不断朝着徐阳 拼命挥舞刀锋的时候 他很快就发现 自己打出的每一道锋刃 竟然都和徐阳的本体擦肩而过 甚至有不少进攻 都已经分明打在了他的身上 却仍旧对徐阳起不到 分毫的影响作用 呵呵 就你这点力气 连我的宠物 你都远远不如 这样的废物 也配做执法堂的手作 马上我就会让你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了 这些年 你对三爷一脉的欺压 对这些江湖英雄们的打压 我都要你在今天加倍奉寒 徐阳这样一番话 算是真正的收懒人心了 话音一落 只见他突然化作一道流光 冲到了面前这执法 堂长老跟前 而后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动作 居然就这样无比强势地 将这家伙的手中 血色长刀抢夺过来 生生当着他的面捏碎 成了一堆废铁 什么 你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怪物 竟然如此可怕 你的身体 难道是铁打的吗 徐阳确实冷笑着 对着他摇了摇手指 凭你的境界 当然无法领悟我的力量 实话 告诉你 任何一脉最不起眼的功法 修炼到极致 都能够产生之的变化 你距离真正的修行两个字 还差得很远 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将立刻出手 结束你的使命 徐阳此时完全是审判一样的口吻 他如同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就这样用冰冷的目光 俯视着自己脚下的囚徒 而罗汉堂手座 也终于意识到了徐阳的可怕 开始跪在地上 疯狂地磕头求饶 呵呵 看到你这么卑微求饶的样子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放弃尊严 换取生命机会的资格 徐阳 话音一落 对着附近的老坛大哥五个人招了招手 五个人顺势落地 很快便将面前 已经被徐阳打得半废的执法堂手座围了起来 我说阿阳兄弟 你还真是一名惊人啊 想不到你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看来今后跟着你们 我们这几脉兄弟们 也不至于无处可去了 徐阳笑着看了隔几个眼 放心吧 我答应你们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将来我要让你们每一个人 坐拥万里江山 而我们的强势崛起 就从这个家伙开始 徐阳说着 用无比冰冷的眼神 对世上这只法堂手座 你如果想要活命的话 就给面前这几个人磕头就饶 如果你们得能得到 他们当中所有人的谅解 我自然可以饶你一命 但是如果他们当中 有一个人不想让你活了的话 那你只能卑微地陨落 果不其然 执法堂手座 已经彻底折服了 徐阳的盖世威严之下 疯狂地对着面前 几大江湖民宿磕头 遗憾的是 浪仙和剑狂都选择了 饶恕他 可是损失了三十多个兄弟的营主 却果断剥夺了他上的权利 当你将屠刀 对准我兄弟们的时候 你就注定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了 今天如果不是阿阳在的话 我们可能损失更加惨重 但不论如何 我都已经做好了 与你血战到底的准备 营主话音一落 自己的右臂 突然探出一道 无比锋利的三肩找刺 将这锋刃生生 是刺穿了面前 执法堂手座的头颅 没过多久 附近几脉江湖豪杰们 纷纷赶到 却发现 这战场已经是一片尸体堆砌 更惊人的是 徐阳这几个 自家头目 竟然完好无损 足足二三百执法堂战士 就这样横七竖八的 全部陨落 你们来的 正好 全都给我过来 老谭大哥吆喝了一声 各脉江湖弟子们 纷纷凑了上来 而后在老谭大哥的带领下 四大首领 带着他们各自的弟子 同时对着徐阳 单膝跪地 从今天起 阿阳就是我们所有人 共同的领袖 也是整个常乐郡 江湖势力的总统 领 我相信要不了 多久 整个常乐郡的势力 都将归入你的麾下 到了那时候 常乐郡 才算是我们真正的根据地 而我们也将以此为据点 一点点向周围拓展势力 第七百八十四章 坚实的根据地 徐阳并不多推辞什么 毕竟他做的这一切 不就是为了 尽快扩充自己的影响力 召集回自己身边的 那些队友吗 既然大家如此忠心追随 我自然也就不推辞什么了 从今天起 我将在长乐郡成立 圣火神宗 这一枚标 即便是我们宗门的 唯一记号 大凡是我们宗门之辈的兄弟 我都将与你们一起 出生入死 倘若有一天 你们觉得 离去能够让你们 获得更好的归宿 我也会一定让你们 一锦还乡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们选择背叛我 背叛身边的兄弟们 我一定让这个人 万劫不复 同生共死 所有人高声呼喊了起来 自此 徐阳在长乐郡 收复江湖势力的 第二步计划 圆满成功 所有被执法堂首座 带来的这些 执法堂弟子们的尸体 都被圣火神宗的这些弟子们 迅速清理的干干净净 除了神宗一脉的这些子弟 再没有任何人知道 今天这一战发生的一切 老谭 大哥 我会利用特殊的手段 把你变成执法堂首座的样子 从今天开始 你就以这个全新的身份 掌控长乐郡执法堂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 排除一几 将整个执法堂 从上到下 好生清理一番 那些有危险的 不肯加入我们圣火神宗的弟子 全部清理掉 一周之后 我将会有新的人物发布给你们 至于其他人 我会立刻在 长乐郡内 给你们各自安置足够大的府邸 作为落脚点 日后一旦有什么行动 和任务召集 我都将以这圣火神令 作为标记 另外 我圣火神宗 从今日起设立 五大法王 若我不在宗门内 一切事宜 全权由五大法王负责 他们分别是东王浪先 西王剑狂 南王营主 北王月姬 以及 老谭大哥 这个五王总领 下属他们四脉的弟子 仍旧由他们分别带领 之前没有门派的 或者后续入门的弟子 则都交给老谭大哥 统一分配 现在我们并没有足够 强大的势力和规模 因此 圣火神宗这样的名号 对外还是隐藏一些 就好 后续的一切活动 都交给老谭大哥 以执法堂的名义 来进行 等到日后 我们在联盟当中 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会想办法 以圣火神宗的名义 让在更高的舞台之上 属下遵令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 一切都在按照 徐阳的布置和计划 稳妥精心 整个执法堂五千弟子 徐阳经历了一番大清理之后 揪出来 其中三百多人 全部秘密处置了 这些人 都是皇族一方 最忠心耿耿的眼线和狗腿 徐阳用了最简单的方式 创造了一个梦境 便让这些人 悉数交代了 自己的真实身份 也总算能够长输就一口气 毕竟两人这个起点 算是迈出得很成功了 想不到 你 只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 就兑现了 你对我的第一个沉默 现如今整个长乐郡 都在你我的掌控之中 这便是我们后续发展的 最稳固的大后方 徐阳笑着点了点头 就这 仅仅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没必要立刻向外 过于张扬的各种势力 而是要将我们这些五千人的底蕴 培养成实力足够强大的 精锐之师 毕竟在如今这个世道上 只有真正的实力 才是抢夺话语权的硬道理 那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毕竟圣火神宗如今的主体 有近千人的规模 可是这一千弟子 差不多都有着 十分繁杂的修炼路数 和执法堂的那些人 都无法一起修炼 就算你有心拟导的话 恐怕也会有相当的难度 徐阳确实笑着摇了摇头 根本没有这一说 只要我徐阳想叫 就算是傻子 我也能将他培养成绝世高手 我决定将执法堂一部分的四千人 培养成军队化的力量 交给他们上阵打仗的阵法 个人实力则以炼体为主 而那些江湖势力 则交给他们 各种各样适合自己的功法 让他们走修饰的道路 这样一来 今后不管我们遇到的是 强大的修饰 团队 还是百战无敌的军队 一样能够所向披靡 云三听了徐阳的计划后 更是激动地连连点头 只要有你存在 我想我们实现各自的目标 根本要不了多长时间 执法堂的四千弟子们 已经能够基本上完成 鬼谷奇门阵法的三种技术变化 虽然还远远达不到 纯属惊悚的地步 可是比起那些最普通的 其他郡城的执法堂弟子 战斗力已经提升了数倍之多 另一方面 徐阳可谓当年齐周的修炼百科全书 各种各样的炼体功法 他都十分地精通 选择一种简单实用的功法 大范围的传授下去 也不是什么难事 要说有难度的地方 则在于徐阳传授给那些江湖 势力上清元气道 还真是花费了他一不小的功夫 但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虽然这个起点难度很大 可当他们各自上清元气道入门之后 每个人的实力 提升都是肉眼可见的 特别是如今 徐阳圣火神宗的 这五大法王五个人 实力 比对一周前的他们 提升了好几倍 对比附近几个 进程的江湖势力头目 他们 这五个人 早已是雄霸一方的顶级存在 想不到这半个月以来 我们的实力 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真的是人生处处有惊喜啊 谁能够想到 当初那个在擂台之上 锋芒毕露的矛头小子 居然转念之间 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领袖 宗主 我有些时候 真的觉得 你不像是我们营州的人 虽然这样的推测 有些冒犯了你 作为你的生死兄弟 我们可以和你无话不谈 就你所想的这般 惊天动地的功法修为 老夫活了几十年 也从来没有见到过 有人拥有这样的力量 徐阳却是苦笑地摇了摇头 事实上我 传授给你们的 上清元气道修炼方法 正是我呈现在你们面前的 力量的全部展现 换句话说 只要你们各自苦心修炼的话 假以时日 就算你们赶不上我这样的修为 也是相差不多的 上清元气道 最重炼体 只有将你们各自身体当中的 潜能发挥到极限 就能够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 记住我的话 现在你们已经是我徐阳的兄弟 光是这一个身份 就足可以改变你们的命运 我说过 要不了多久 我就让你们几个当中每一个人 在整个营州大陆封侯败相 成为万人之上的角色 至于其他有关我的一切 你们就不要多问了 第785章 用精全勉 转眼之间 距离徐阳成立圣火神宗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当中 整个圣火神宗的发展 几乎像是飞一样的节奏 大大超出了云三最初 对徐阳能力的评估极限 而用徐阳自己的话说 之所以团队 能获得如此稳健迅速地 发展 更得益于五大圣火神宗法王 齐心协力 并且 如今掌控在徐阳和云三麾下的 这五千人马 忠心耿耿 一个个也都勤奋好学 保足了劲 增强自己的实力 因此 也给整个团队 带来了极强的增幅效果 而这样的提升 不仅仅是体现在 整个团队的综合战斗力方面 整体影响力方面 圣火神宗这个名字也在 与日俱增 如今几乎大半的联盟 都已经听说过 圣火神宗的名字了 当然 如此迅速地发展 也给徐阳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特别是执法堂这一块 自从手座被 徐阳的人秘密暗杀 如今有老谭大哥 伪装成 执法堂手座的身份 控制着整个堂口 可徐阳等人都很清楚 这样瞒天过海的方式 并不能长久 真正想要摆脱 这样的局面 还是要以 圣火神宗的名头 在更大的舞台上 站稳脚跟 才可以 如今的徐阳 挥下圣火神宗 兵强马壮 战士们 也都跃跃欲试 渴望着 建功立业的 机会到来 而这样的机会 并没有花费 太长的时间等待 就已经出现了 要知道 整个营州大陆 几乎都是以 郡城为最基础的 民众管理单位 而各大郡城的 民众之间 想要进行贸易通商 几乎都靠一个 统一的方式 那便是赶集 几个相对友好的 邻邦郡郡城之间 民众们往来互通商品 进行商业贸易 也是一种 中共区域野外的 马贼强盗们 往往也都是在 通商的阶段 进行浑水摸鱼 当然 一些势力 相对庞大的马贼 甚至是 公然铭抢 和执法堂之间 总会上演一些摩擦 这已经是 大陆生存的 公理性的认知 因此 郡城之间 进行贸易往来 赶集的过程中 往往会邀请 执法堂亲自 出面进行护送 就连通商的队伍行动 基本上也是统一的 如今圣火神宗 掌控着 掌乐郡的执法堂 因此 掌乐郡的集市 自然也是要 徐阳安排人来 进行护送 这是此番 进行赶集护送的 成员名单 您亲自过目 赶集这种活动 说大不大 但说小也不小 毕竟周围 有的是马贼 强盗虎视眈眈 如果护送规模 太小的话 很容易被当成 狩猎的目标 过于庞大的话 人力资源的消耗 和花费 也不在少数 并且 我们并非是 义务劳动 任何团队的 集市护送 都会收取 感激成员们 一定的用金费用 我们派出的人过多 用金费用庞大 本身也是 对民众们的 一种压力增持 此刻 徐阳正坐在 云府的中央主位 旁边则是 圣火神宗五大法王 以及 老谭大哥本尊 云三负责外部事务 并没有在府内 徐阳很是随意地 看了一眼这份名单 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从今天开始 护送 常乐郡通商队伍的 用金全部免除 只要是 我们自己人的队伍 全部都是免费护送 至于该给兄弟们 分发的这一部分用金 我来想办法 徐阳看上去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却是彻底震惊了 现场每一个 圣火神宗的法王 毕竟这样 完全免用金的先例 在任何一个郡城 都没有实现过 只有皇族统侠的忠誉 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 而是以皇族的名义 进行用金 免除 并且也不是永久性的 毫无疑问 徐阳这划时代的福利安排 的确是有点 前无古人的意思了 宗主 我知道 您一搏云天 当然是为了 我们的民众们好 可是这一笔 用金费用相当庞大 咱们生活中 也是需要运作的 日常开销 基本上都要靠 这一部分主要收入 作为来源 主管圣火神宗 收入支出的 则是营主 忍不住开口 向徐阳请命 收回这个命令 你们不用这么大压力 我也我当然不是 随便说说而已 只不过 我们的经济来源 并不需要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们刚刚不是也说了吗 这附近有很多的马贼强盗 他们可都是富的流油 只要这次我们 故意卖出一点破绽 引蛇出洞 再来一个瓮中桌边 好好地痛在 这些马贼一顿 我倒要看看他们今后 还敢不敢盯着 我们长乐郡的人动手 这样 一方面能够解决了 我们的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 自然也能够打响 我们生活中的名头 从今往后 我要让这附近 所有的马贼流扣 再也不敢对我们下手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不得不说 徐扬这样的眼界和处事方式 早已经凌驾于 其他所有人之上 五大法王除了遵命之外 别无选择 而事实上 他们也对徐扬这种 近乎霸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十分地推崇 正所谓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宗主 虽然从来不以辖之一字自居 可是你做的一些事情 却往往比那些 孤名钓鱼的家伙 实在太多 我相信 要不了多久 所有被我们统侠的民众们 都会对宗主 你们知道的 我并非过于看重名誉的人 只不过 我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可以治本 因为我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所以 规则永远都有我们来制定 这才是我们不断变强 最根本的意义 众人明白了徐扬的初衷 纷纷点了点头 同时对着徐扬公身抱拳 既然宗主已经决定这样做 那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这一次的名单 根本不需要再拟定了 我们只需要拍出一股少数人的诱饵 跟随通商的队伍出发 只要有马贼和强盗 敢盯上我们 五大法王全力出击 在宗主的亲自带领之下 这一次 一定要他们好好地出一些苦头了 放心吧 老谭大哥 具体的行动 就由我来安排 这一次 我会在队伍当中 暗藏一些隐蔚 确保民众们的绝对安全 只要有所发现 第一时间 就会向我们发出反馈 这样一来 保证整个通商行动 万无一失 第786章 制裁马贼 感激当天 整个涨乐郡触发的商户 足足有2000多户 总人数达到了6000多人 这样的规模 也算是空前强大了 因为在徐扬到来之前 云三也对 常乐郡的感激通商人数 是有着明确的限制的 从来都没有超过500户单次 就是为了防止 吸引实力强大的 那些马贼团队的瞩目 然而这一次行动 因为有徐扬全权接手 大家再也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 6000多号普通民众 要是真的靠寻常的力量 来保护的话 恐怕是需要出动 整个一个郡的执法堂力量 才能够完成这次护送任务 然而按照徐扬的计划 这一次长乐郡执法堂 仅仅只出动了300个成员 整支护送感激队伍的 左中右区域 各安插100人 这样几乎可怜的 护送团队阵容 想不被盯上 都是不可能的了 果不其然 长乐郡外围隐物 丛林当中驻扎的 三大装马贼 全部嗅到了肥美鲜肉的滋味 大当家的 好消息 好消息啊 这一次 长乐郡那个云三 也不知道是不是脑袋被门夹了 一下子 派出了2000多户商户 进行通商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这一次执法堂 仅仅只派出了 300人的护送规模 按照我的判断 应该是和之前 他们演武堂那场 鄙视有关 云三也得罪了执法堂的人 这一次 是故意被执法堂的 长老级人物 给穿小鞋了 三大装的三当家 在他们总堂山头之上 吆喝了起来 而在这总堂房间之内 三大装的大当家 和二当家 听到了这个消息 皆是兴奋地站了起来 真是太好了 叫他们狗咬狗 而我们就能够 从中作收余力 传令下去 这一次集结我们 三大装3000名兄弟 全员出洞 我来的乖乖 2000多商户 这一次干城之后 给我们休息半年的了 大哥 我也是这个想法 只要这一票 我们干城 咱们兄弟们 应该好好庆祝一番 顺便休息休息 坐在最中央虎头以上的 那个大当家 很满意 整个身体顺势站起身来 我命令 全员出洞 弟兄们抄家伙 跟着哥哥一起出发 屠宰肥羊 浩浩荡荡的 三大装马贼队伍 冲下了山头 早早地就在 隐物丛林外围 设置下了重重埋伏 就等着 掌乐俊的通商团队 再次经过 然而他们做梦 也没想到 这一次任务 却是彻底断送了 三大装 赫赫威名 敢对掌乐俊下手 他们三个当家人 也算是首当其冲了 当天中午 浩浩荡荡的 通商团队 刚好进入了 隐物丛林边界的位置 也是最危险的必经之路 之所以 这三大装马贼 驻扎在隐物丛林 就是因为 这里面地势相当的险要 并且是附近 五大郡城的联通要塞 只要是被他们盯上的 通商团队 基本上都会在这里下手 成功之后 迅速进入隐物丛林 就算是 真的有足够规模的 执法堂进行追击 也很难对这些马贼 斩尽杀绝 只可惜 这一次 他们算是一脚踢到了铁板上了 这个都不要放过 大当家突然发出冲天怒吼 冲锋的号角声 顺时响起 整个三大装马贼势力 倾巢而出 毫无疑问 常乐俊这些不知情的民众们 一个个都明显慌了神 但他们也不敢造次 纷纷跪在地上 双手抱头 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哭喊 毕竟对于这些成名来说 积攒了一两个月的储备 一下子全都被马贼抢夺一空 那么意味着 接下来他们的生活 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大哥 这次我们真的要发达了呀 两千多家商户 这些物资 几乎能够将我们三个储物库 完全堆满 三当家歇斯底里的大笑起来 与此同时 团队当中那三百号执法堂弟子 也同这些彪匪体壮的 马贼汉匪们 发生了冲突 就是现在 随我一起出发 早就躲在附近阴暗处的徐扬 一声令下 五大法王 亲自带着五百名执法堂弟子 冲了出去 一路大杀四方 彻底打乱了 三大装马贼队伍们的包围节奏 妈的 怎么会这样 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 三大装大当家目瞪口呆 一把将身边的老三 抓在了自己的面前 老三 这就是你再给我们的消息 你TMD 可是将咱们哥几个给害惨了呀 这哪里只是区区三百人的队伍 居然足有成上千人的规模 大哥 你怕什么 就算他们再来一千 怎么可能是我们这些战士们的对手 跟他们正面硬刚就是了 大当家也没有多想 毕竟按照这三当家所说 徐扬 方面加起来 也就一千多人 就算是硬刚的话 按照常理来判断 马贼势力 这些汉匪战斗力 可是要比普通的执法堂弟子 强大很多的 罢了 既然来了 我们总不能就这样 跑回去 一不做二不休 将这些执法堂弟子 全都给我砍了 大当家话音一落 竟然主动冲向徐扬所在的位置 小子 你好大的胆子呀 居然敢算计 我们三大装马贼势力 徐扬像是看一条狗一样的目光 扫了面前这大当家一眼 你信不信 我放一个屁都能崩死你 徐扬这话突然开口 却是将面前这大当家 彻底逗笑了 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傻子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跑到这里来斗本大王秀 真是个逗逼 老子今天 要不打得你放屁出来 我的名字都倒过来写 大当家仿佛看到了一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 一下子变得无比兴奋起来 就想当着所有人的面 斩杀徐扬 然而 当他高高举起手中的大刀 斩向徐扬头顶那一刻 突然间感受到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迅速游走进自己的经脉各处 生生是阻止了自己 即将劈刀而下的动作 大当家分明感受到 自己整个人像是触电了一样 完全无法动作分毫 怎么会这样 我的手臂居然不听使唤了 徐扬冷漠地扫了他一眼 就这样面色平静地 用两根手指倾 轻弹了弹塌手中的刀刃 只一刹那间锋利的刀芒 瞬间崩碎 大当家这一口百年宝刀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 被徐扬用两根指头 拖得粉碎 大当家完全猛逼了 他终于明白 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第787章 新的归属拳 该死 想不到掌乐俊 竟然出现了 你这一号 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前几天 演武场突然间 横空出世的那个阿杨吧 徐扬还真的没想到 在这俊城之间传递名号 居然如此容易 他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过就是在演武场 出了风头而已 居然自己的名字 就已经致命到了如此的地步 没错 我就是阿杨 换句话说 我就是这三大装心的主人了 听到徐扬 如此狂妄地口吻 面前的大当家 自然不能顺从 只是他不管如何 发力自己的身体 都不能动作分毫 就这般僵硬地 挺在了马背之上 徐扬突然腾空而起 当着现场 两千马匪的面 一脚踏在了 这大当家的头上 脚下一股强大的力量 爆发而出 生生是将这大当家 全身的骨骼 碾压得粉碎 这大当家 甚至连痛苦的嚎叫一声的机会 都没有 就这样被徐扬 碾成了一滩碎骨 不 我的天啊 我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个少年 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份 居然拥有如此恐怖的爆发力 不光是二当家和三当家 完全傻眼 整个马贼团队 这数以千计的汉匪们 从来没有经历过 如此不可思议的一幕 我勒个乖乖 今天真的是遇到了 一个活神仙啊 我纵横这隐物森林这么多年了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如此恐怖的实力 这样的人物 怎么会出现在掌乐郡当中 都别TMD废话了 现在已经 到了我们生死存亡的时候 哪里还有精力研究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的 赶紧撤退 否则的话 我们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 二当家在看着大当家 就这样 陨落在徐扬的脚下 毫无反抗之力后 立刻便做出了判断 眼前的徐扬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36计 走为上计 逃走 才是最佳的策略 然而 二当家做梦也没想到 当他们 决定和徐扬的势力 为敌的时候 他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再想逃走 根本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这个二当家的算盘 很容易理解 大当家就这样挂了 那么 下一任大当家 自然就是他这个二当家 如果就这样挂掉的话 那么他将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撤退 赶快撤退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二当家歇斯底里地 呼喊着 然而很快 他便引起了兴致勃勃的徐扬的瞩目 只见徐扬脚下 动作飞快 化作一道流光 毫无预兆地窜到了二当家的坐骑面前 突然轰出沙包大的拳头 将这二当家胯下的巨像 瞬间崩溃 要知道 一头大象体重 足有几吨的重量 然而在徐扬的一拳之下 这头大象完全崩碎成了一地血物 更惊人的是 胯下的坐骑完全崩溃 可二当家发现自己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仿佛骑着骑着坐骑就没了 感受到双脚稳稳落地的触觉后 二当家才终于明白 这不是触觉也不是幻想 就是真实存在的一幕 当他颤抖着整个身体 抬起双眼 对视到徐扬冰冷目光的一刹那 二当家终于意识到 恐怕自己今天真的是 在劫难逃了 阁下 有话好好说 你有什么要求 只管提出来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满足你 这个二当家 虽然一脸怂向 但起码也是个实实物的家伙 徐扬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直接将他抹杀 而是一脸和善的表情 看向对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其实我要的很简单 从今天开始 你们这一伙麻烦 收编到我的麾下 替我做事 对你来说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第一 你仍旧是麻烦团队的二当家 不但可以保住性命 保住你的身份地位 就连你麾下的这些麻烦弟兄们 依旧听你的调遣 更重要的是 你能够因此 收获一个巨大的靠山 也就是我 并且从今天往后 所有归入我麾下统霞的地盘 你都不可以动一兵一足 至于你带着这伙弟兄 去打劫别人 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当然 我这样做 也是要有代价的 除了你之外 整个麻烦团队所有的领导者 都要死 果不其然 徐扬说出这番话之后 二当家当真是心动了 因为他是真的畏惧 眼前徐扬恐怖无比的实力 要是忤逆徐扬的意思 二当家很清楚 自己将会在请客之间 被徐扬直接捏碎 罢了 在您的面前 我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如果我抗拒你的命令的话 我甚至连生的希望都没有了 事实上 我根本就没有第二种选择 我答应了你便是 二当家话音一落 直接将自己手中的兵器丢掉 并且转过身 朝着身后数以千计的 马匪大神们 吆喝了一声 所有马匪和正在 同志法堂交手的战士们 纷纷停止了动作 所有山寨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往后 阿阳就是我们的大当家 只要是他的命令 谁也不能够违抗 不然的话 我将亲手砍到他的头颅 马匪们之前 也都见到过徐扬的手段了 自然也不敢多说些什么 分分钟选择了投降 徐扬之所以没有将这些马匪 全部斩尽杀绝 是因为在与这一伙人接触了之后 徐扬发现 他没有他们旁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很好 我很满意 你们这样诗诗误的作风 那就先跟着 我一起完成这一趟护送任务 然后回访你们的山寨 我要将你们之前掠夺来的东西 重新受便分配 自今日起 你们这一伙马匪 一并归入到圣火神宗的势力 由五大天王统一调配 徐扬说着 将圣火 神宗的内部体系 和五大天王的身份 逐一对着二当家介绍了一番 哈哈 放心吧 宗主 从今天起 我们这些到处流浪的马匪 也算是有了一个安定的归宿了 诸位放心 从今往后 没有得到你们的允许和命令的话 我们这伙人 绝对不会擅自抢劫任何一脉商队 徐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啦 继续出发吧 这一趟商队 由我们亲自来护送 于是乎 堪称银州大陆 史上最奇葩的一支 感激护送队伍正式诞生 因为这支护送队伍的主力护送成员 是一群马匪 第788章 遵令 很快 当常乐郡一方商户们的团队 赶到集市交易区的时候 其他几支友好郡城 再见到这一幕之后 完全傻眼了 我的天 难不成是我眼花了 我居然看到了一群马匪 来护送通商商队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看来 常乐郡的传闻应该是真的 那个叫阿阳的家伙 真的彻底改变了原有的郡城格局 想来要不了 多久 我们整个联盟 都会因为这个少年的崛起 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实徐扬做领袖 本着一个最核心的宗旨 那就是 不管自己怎么发展 永远都不能触碰 最下层民众们的利益 若是为了一己之私 让众生怨生再到 那便是违背了天道 相反 只要安抚了万众民意 就算是和马匪走到一起 也一样能够得到 所有人的支持和拥护 喂喂 你们知道吗 这一次 我们阿阳老大 不光亲自护送 连带着征服了这附近 最大的马匪势力 还让我们2000多号商户 原本应该缴的保护税 完全减免 这样的领导者 真的是求都求不来呢 天哪 听你这么一说 我都有点想要加入 长乐俊的意思了 哈哈 不用羡慕 以我们阿阳老大的 雄才大略相信 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让整个联盟 对他刮目相看 到了那个时候 随着他的影响力提升 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 地盘 也一定会不断增大的 我们都是有好多年的林邦 想来也用不了多久 咱们就会成为一家人了 有了徐扬这次 超乎寻常的举动和安排 这一次武俊通商赶集 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也正因为如此 整个联盟 都开始传扬起了阿阳的名字 之前 一直以来都是处于 被打压角色的长乐俊 也在一招之内 成功走向崛起 而这 更是圣火神宗 这个愈发响亮的宗派名字 一点点传向更远的地方 通商赶集完美结束 徐扬亲自带队 返回沿途经过那道森林 在二当家的亲自带领下 武天王带着上百号 执法唐精锐弟子上山 将所有这山上的储备物资 进行重新分配 用不了的 直接运进长乐俊 缺少的物资 徐扬直接下令 给这些马匪兄弟们 完成了补给 并且在老谭大哥的亲自安排之下 选中了整个联盟内 几个与长乐俊敌对的 俊城城市附近 开始了新一轮的潜伏 好了 我们要回俊城了 咱们就此别过吧 记住我对你们说的话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已经是 圣火神宗的弟子们下 但是你们在对外行动的时候 没有我的授权 谁都不准 以圣火神宗的名义私自行事 当然你们若是继续 操持老本行的话 我也不会加以阻拦 能从那几个郡城当中 夺取多少物资 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哈哈 宗主放心 那几个郡城 都是素来和长乐俊敌对的势力 我们一定不会有任何留守的 必然让他们付出代价 然而让徐扬等人没想到的是 五天之后 也就是这些马匪 在归入圣火神宗门下的 第一次行动 马匪团队两千人的战事 就损失过半 原因则是 这二当家过于鲁莽 以为有徐扬在背后撑腰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结果直接带领着手下弟兄们 杀进了三察官 说起这三察官 来是长乐郡西北方向 安守郡 布州郡 以及战盟郡三大郡城交叉口 这三个郡城 素来和长乐郡关系极为恶劣 算是这统一联盟当中 和长乐郡最不对付的三股势力 尴尬的是 这三股势力 在整个联盟当中 综合能力 也都是排得近前五的 平日 他们除了和联盟盟主 所在的安平郡城 保持友好邦交之外 其他所有的联盟内的郡城 他们三家都视若无物 想方设法地掠夺青亚 而这三大郡城的豪瀚实力 从此番他们 直接对马匪出手 就可见一般 连马匪势力都浑然不惧 甚至能够主动出击的 可想而知 他们的底蕴 以及战斗力 有多么惊人 宗卓 这是马匪二当家发来的求援信 咱们现在还有四百多个 马匪兄弟 被困在了三岔关 据说是被三千多三岔关 三郡城的联盟军队围困 那边为首的人声称 要是马匪兄弟们 不交出五百万两百银 一定不会放过这些兄弟 徐扬无所谓地笑了笑 有没有派人过去 和他们接洽 他们是否知道 这群人 就是我们圣火神宗的麾下 老谭大哥 一脸甘大地点了点头 派出去三个兄弟 当死者与那边沟通了 不过很快就传回来消息 那些人 直接将我们的使者给斩了 徐扬再不多费什么口舌 就这样平静地站了起身来 既然他们这么不识抬决 咱们也应该给他们 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顺便我们也要记住这一战 让整个联盟永远记住 我们圣火神宗的名字 老谭大哥看徐扬战役 已决 立刻燃起了十分浓郁的 战斗兴趣 五天王也没过多长时间 便再次举手 哈哈 宗主 这次咱们进军三岔口 可是一场硬仗啊 兄弟们 可是都是等了好久 想要建功立业了 徐扬轻轻摇了摇头 不 这仅仅只是一场试炼了 未来等待着 我们的大战硬仗 还有很多 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联盟内部争端 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一次 我打算带一些 实力相对薄弱的新人 随我出战 你们五脉 各自挑出三十个新手 我亲自带领他们去三岔关 遵令 很快 一行二百人的队伍整装出发 徐扬胯下索棋的 正是之前山匪总部进攻来的火七灵 手中这一杆长枪 也是徐扬随便找到的一件百年神兵 虽然强度 无法同他的玉骨神器 甚至图天相比 但在如眼下这种级别的小规模战斗中 足以让徐扬傲视群雄 三岔关 此刻 对于聚集在这里的三大郡城三千名战士们 早已经准备就绪 直接列阵 迎击徐扬带来的这二百个弟兄 我倒是这什么圣火神宗 有多么厉害呢 弄了半天 就是一个狗屁 折腾了这么久 就弄来二百个废物出战 真的不想欺负你们这些人 不过也好趁机碾碎了你们的气焰 日后再想进攻长乐郡的话 也就容易得多了 第七百八十九章 联盟反馈 开口 这个人 身上披着一件紫色的貂皮大衣 手中一杆长枪 胯下紫黑色的乌金宝马 给人一种气势非凡的感觉 这个人就是战神郡的执法堂 手作紫泥 呵呵呵 小子 你口气这么大 真的是嫌弃自己命长了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看看你能在我手底下坚持几秒钟 徐阳话音刚落 不曾想 这小子居然这么冲 直接打马上前 口中还在不停地叫嚣 然而这一次 徐阳真的是懒得亲自出手了 就面前这个叫紫泥的家伙 虽然实力也不弱 但却早已经无法和徐阳麾下的五天王 相提并论了 这种垃圾货色 根本不必要 宗主你亲自出手 还是让我来替你解决它吧 浪仙话音一落 亲自出手 腰间 那一把金刚长剑 顺势飞出 将眼前的紫泥全部视野完全封锁 这一刹那间 手起箭落 紫泥人头落地 什么 岂有此脸 这些大胆 狂徒竟敢伤害我们手座 弟兄们 跟他们拼了 让徐阳没有想到的是 这战神郡一脉之法堂的人 一个比一个凶悍 在看到自家手座 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被斩杀之后 竟然没有丝毫的畏惧 全都不顾一切地冲上来 就要和徐阳众人拼命 罢了 有些人 他就是骨头硬头铁 不让他们经历一些事情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徐阳无奈地摇了摇头 突然胯下火麒麟冲天气 竟然就这样单枪匹马 主动迎向对面冲上来的 数以千计的执法堂弟子 简单 轻轻一个挥手的动作 徐阳手中长枪 扩散出一道无比强大的气浪 奔腾之所在 所有的执法堂弟子 顷刻之间 就被斩下了头颅 只一个照面的功夫 数百颗 头颅就这样疯狂脱离这些身体 我的天 这是要有多么恐怖的实力啊 这小子竟然有这么可怕 看来外面的传言都是真的 这个建立了圣火神宗的领袖 当真不是我们能够惹得起的 果不其然 在看到了徐阳此番 强势出手彰显出的强大实力后 布周俊那个执法堂手座 也开始慌了起来 毕竟他自问 自己的实力比之紫泥 也不过是在伯仲之间 放在眼前 徐阳这种级别的强者跟前 简直连个屁都不如 还真是一种讽刺呢 刚刚说嘛 我们是狗屁 现在你们却连屁都不如 彻底沦为了一个笑话 不过这些 都已经无法改变你们的命运了 今天不管是谁来 你们这里的所有人都要陨落 五天王 也不给这三大郡城的 执法堂战士们 任何机会 直接下令发起冲锋 是要将这里所有的人全部战上 因为执法堂 往往就代表着一个 郡城的尊严和硬实力 要是不给他们带来一些 毁灭性的碾压 这些人 永远看不清真正的形势走向 要是和那些普通民众打交道 徐扬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策略 可和这些执法堂的家伙碰撞的话 只有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 让他们经历成真正的绝望 整场作战 持续了大概一刻钟的时间 现场三大郡城 足足三千名执法堂战士 全部被斩杀了个精光 仅仅只剩下这两个郡城的 执法堂手座 成为了仅有的两个幸存者 此时 面对着徐扬火麒麟霸气的风姿 两大执法堂手座 终于还是无奈地跪在了地上 低下了他们原本高昂的头颅 也正是在这期间 五天王亲自带人 将那被困在这周围的 四百多号马匪兄弟 全部营救了出来 你们两个今天可以不用死了 各自回到你们的郡城 告诉你们郡城的臣民 圣火神宗的势力 马上就要遍布整个联盟 大凡是执法堂一系 不想归顺的 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速速离开联盟范围内 三天之后 我会亲自带人来接手 三大郡城的控制权 像你们各自的郡城 都差不多亲自出来迎接 要是让我不满意的话 你们知道后果 徐阳用冰冷的目光 分别扫了面前 这两大执法堂手作一眼 记住我的话 不要想着打什么歪主意 就算你们能够搬来什么救兵 也一样无法弥补最终的结局 只要有我阿阳圣火神宗的 势力踏足的地方 臣服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这一战 徐阳仍旧是选择了 点到为止的方式来处理 同样 他也想试探一下 联盟方面的动作 因为徐阳担心 自己推进的幅度过快的话 很可能会产生 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那就是 提前过早的惊动皇室 而事实上 徐阳这样的试探 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长乐郡 所在的整个联盟 放言整个北域 都是排不上属的末等存在 根本没有多少真正的强者 在意这边的情况 三天后 宗主 大事不好辣 布州郡那两个执法堂手作王八蛋 在被您宽恕之后 非但没有传达您的意思 反倒亲自前往联盟 上交了有关 我们长乐郡所谓的石宗罪 并且将圣火神宗的存在 完全丑化了 现在联盟第一 势力安平郡 已经将我们长乐郡 当成是联盟的污点 已经联合招揽联盟内部八大军城 总共五万执法堂联盟军 朝我们这边杀了过来 这样的消息传出 之后 堂中五天王 包括坐在主位上的云三爷 也都忍不住慌了神 阿阳 这下该如何是好 看来我们对整个联盟的态度 预估的并不是十分准确 徐扬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联盟领袖团队 不想用我们为敌的话 就算那两个废物再怎么哭诉 他们也一定会置之不理 找机会推脱的话 此番 他们这么容易 就联合号召大半个联盟的郡城势力 共同讨伐我们 说明 联盟领袖郡城安平郡的最强势力 已经对我们的迅速发展 心生忌惮了 他们就是 要趁着机会打压我们 以稳固他们联盟领袖的地位 宗主说得不错 那些人不过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哪有什么维持公平可言 依我看 咱们就和这五万联军血战一番 虽然我们的胜算很渺茫 却也不代表 我们没有一战之力 如今我们的实力 在宗主的亲自调教下 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真要是拼得你死我活 大不了两败俱伤 也一定不让他们讨到便宜 第790章 严阵以待 众人皆是义愤填膺地呼喊起来 一点都没有畏惧的意思 而这一幕 看在徐扬的眼里 也让他倍感欣慰 起码证明自己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以来 为整个长乐郡倾注的心血 还是值得的 徐扬扫了 在场众人一眼 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云三爷的身上 大家都不用惊慌 我自有办法应对 这所谓的联盟郡 只需要在我们长乐郡外围公共区域 设置足够强大的法阵 甚至无需动用一兵一卒 我便有把握 将这五万大军弹指之间 灰飞烟灭 只要能够打退他们 这一伙人 那么下一步 成为联盟新领袖的郡城 就是我们长乐郡了 徐扬永远都是这样充满了自信 因为他拥有着旁人 永远无法企及的强大实力 当他这样的计划说出来之后 众人便都觉得 心里面一块飘着的石头 稳稳落地 似乎只要有徐扬在长乐郡 便是这世间最孤落金汤的一座城池 接下来 徐扬亲自指导五天王 动用了圣火神宗麾下的散修势力 开始联合布阵 花了大概两天两夜的时间 便在长乐郡外围的公共区域布置 下了九幽名火阵 这一法阵乃是 上清元气道当中 记载的为数不多的原始力量 法阵之一 刚好需要原始气息来推动 不需要受到任何天地法则大环境的制约 更重要的是 这一法阵独有的特殊属性 决定了这一阵法 在应对大规模防守性阵地战的时候 能够起到相当恐怖的作用 徐扬之前也没有尝试过 但他很清楚有自己亲自把关的话 这一法阵绝对能够给这五万联盟军 带来致命的重创 两天之后 联盟领袖安平郡率领八大军城的 五万联军大军压境 终于进入到了被徐扬布置法阵的丛林之中 而早有准备的徐扬一方 立刻派出营主 亲自带领五十名暗影刺客 在这丛林当中四处穿梭 尽可能地扰乱联盟军的斥后的判断力 启禀大将军 前面发现了一些暗影刺客 只是这些人行动力太过敏捷 无法捕捉到他们的行动轨迹怎么办 安平军的执法堂首座 更是整个联盟的掌权者 无妨 我们人多势众 就算是平推过去 他们也绝对没有抵挡下来的可能 命令大军原地休息 一个时辰再派我们的二百斥后队伍 分散到各处进行侦查 一旦有消息 立刻回报 遵令 很快 联盟军斥后军团四散分布开来 殊不知这和徐扬提前做出的判断和部署 如出一辙 宗主 你简直就是神人哪 居然连他们的计划 都提前识破了 徐扬清冷一笑 这仅仅只是战场当中最简单的部署 伎俩罢了 但我必须要承认 这个联盟领袖 还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人 如果他不是遇到了我们的话 这样的阵仗 光凭一个郡城的实力 根本是不可能阻挡的 接下来 派出忍者队伍 将所有的事后 迅速清理掉 营主 你亲自出马 化妆城之后团队首脑的模样 潜入到敌军阵营当中 会报价消息 将这五万大军 引入东南侧 我们镇眼核心的附近 只要五万大军 进入镇眼核心区域的话 我有把握 能够凭借一个法阵的力量 消灭他们一大半人 让整个联盟军 彻底陷入恐慌 到了 那个时候 这些人 就只能让我们宰割了 足足五万人的联盟军军队 这样的物资 能让我们再次短时间内 迅速壮大人手 遵令 随着徐扬一波完美布局 浪人 团队和忍者团队 完美协作 二百人的斥候队伍 仅仅只用了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被全部清理一空 而后 营主亲自来到了 那安平大将军的面前 将虚假的坐标走向 汇报给了联盟军首领 没过多久 五万大军一起向着 公共丛林的西南方阵眼 核心位置靠近 而此时 徐扬则亲自率领 其他四天王 总共五个人 就这样面色平静地 等待着五万大军的到来 眼看着人山人海的队伍 进入法阵 笼罩的世界区域 徐扬突然驾着火麒麟 单枪匹马横 挡在了五万军团的面前 你就是联盟军的领袖吧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向我跪下来 磕头求饶 并且高呼三声 圣火神宗万岁 如果你做到的话 不光你可以不用陨落 连带着你 带来的这五万联盟军战士们 也可以获得生存的机会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对你们这些人的制裁 马上就会降临 徐扬这样突然闯入 一身刑口 却也能让人心生忌惮 可就凭他一个人 想要阻止五万打军 还是有些太过夸张了 呵呵 年轻人 我能够理解你的狂傲 可如果你觉得 光凭你自己 就能阻挡得住 五万个人的精英队伍 那你真的是太将自己当回事了 徐扬面色平静地耸了耸肩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 不打算配合 听听我的提醒了是吧 安平军领袖笑了 事实上 我都没有将你当成 一个正常人来看待 而是一个即将走向 陨落的可怜的造词者 弓箭手团队放箭 安平军领袖大手一挥 背后五百人弓箭手团队 同时锁定徐扬的目标 齐刷刷的数以百计的箭头 疯狂降临 然而就是在接下来的一瞬间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一目上演 所有的箭头 都在徐扬面前三米开外的位置 全部悬空停止了动作 再难向前突破 分毫 好强大的守护刚器 给我继续放箭 这家伙 应该很不简单 剑客团队继续跟进 给我围杀了这小子 看得出来 安平军这个领袖大将军 已经有点慌了神 想到之前徐扬带给他的提点 甚至已经有了想要撤退的冲动 不知为何 徐扬身上的气息并不明显 可当这安平 军领袖被视上徐扬那目光的时候 总觉得这个年轻人 有一种深不可测的魔力 开阵 徐扬发出一声长笑 潜藏在周围的所有隐位 同时动作了起来 幽冥 大阵各个方向 同时燃烧起了无比强大的原始气息火种 这一刹那间 五万人的军团 便被周围这一层完全封闭的火墙 彻底封闭起来 就凭你们 这些人 一群乌合之众 也敢向我们圣火神宗发起挑战 过了今天 我就要让你们明白 长乐俊云三爷 将是整个联盟的新首领 而圣火神宗 也将成为整个联盟的最强宗门势力 至于你们这些废物 就可以永远地长眠在此了